其實所有的程式都一直在改變 像之前我十年前最多都教Java 十年後教Python 在十年後不知道教什麼 不過VBA一直沒變是真的 三十年前VBA就有了 三十年後VBA還在 就打不死的蟑螂 一直都還存在 微軟不長進 這樣講其實我們很 反而比較喜歡像微軟這樣 因為它一直不長進 我們就不用學新的 也不能這樣講 只是新的 但你想說為什麼VBA會存在 其實它三年前 因為RAM太小了 而且有沒有 常常跑一跑就當掉了 所以你更不要說 你弄個簡單的函數就掛掉了 更不要寫VBA 所以VBA真的很受歡迎 慢慢是主要跟RAM的大小有關係 因為RAM大了之後 它就比較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VBA比較熱門 大概就十年左右吧 到現在因為它RAM太大了 所以其實說真的 以前可能會用SS的 為什麼 因為SS比較不會在小的RAM 記憶體底下會當掉的問題 而且速度比較快 現在因為Excel RAM都夠大了 所以跑起來也沒什麼 所以SS現在越來越少人用 你有發現 我不知道 我發現以前可能 課程常常會帶到SS 但現在同學說 老師我不太用這個SS 你帶過跳過就可以了 OK 那主要原因 可能也跟這有關係 另外的話 資料庫也沒什麼變化 所以像這個SQL VBA 有沒有 30年前的SQL VBA 跟30年後的SQL VBA 也沒什麼變化 所以應該理論上也不太會變 所以SQL VBA這部分的話 我是建議你也可以把它熟悉 那這個語言就是 你可以直接跟資料庫溝通的一個語言 你可以寫在程式裡面 或者是說你可以什麼 直接把這一段程式怎麼樣 直接放到某一個 我們剛剛那個軟體也可以 我們剛剛不是有用一個 叫SQLite的Browser軟體對不對 那這邊有一個叫 你們如果用我給各位的版本的話 它叫Excue SQL 那你甚至可以把這個Excue SQL 把這一串語法放到這裡 然後按一下執行就可以了 執行在哪裡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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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你們找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Excue 就跟這個Excue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只是說一個是在這邊Excue 有沒有 把這個語法放到這邊來 讓它執行 一個是直接在這邊Excue 結果會不會一樣呢 你會發現Excue 在這裡 有沒有 秀出來就是這個東西 OK 所以以後 你如果可以透過程式跟資料庫溝通 或者你可以透過一個中介的程式 有點像SS 其實到底差不多 SS也是做這個事情 OK 那再來的話 所以第一個 以後如果你不透過程式 你也可以直接跟它溝通 第二個的話 我們有新增的 也有查詢的 再來就刪除 再來就是修改 如果這四個功能 你會 大部分呢 你需要的功能都OK啦 比如說進銷存好了 進貨嘛 比如說新增嘛 然後如果要查庫存嘛 查詢嘛 如果有銷貨了 或是某一個商品不見了 就刪除嘛 如果價格改變就修改嘛 OK 還有什麼 反正就是四個夠用了啦 說真的 OK 最常用的就是新增跟查詢嘛 OK 那如果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刪除資料的話 該怎麼刪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查 就是刪完之後 再把它馬上查出來 所以請你在第一 把這個 乾脆把這個程式另外再開一個 這個叫刪除 然後可以把查詢的這一段 Ctrl C 直接貼到這邊 這邊做刪除練習 那刪除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的語法 就是也是一樣 所以在哪 就是在這個的中間 第四行的地方有沒有 請你把查詢的這個 C-code語法 跟你C-code這兩行 怎麼樣 把它Ctrl C 移到上面 把它貼上 這個叫刪除 把它刪除 刪除的話 語法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上面的Delete 這邊 45頁的地方 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在黃色的這一塊 有沒有 其實它跟那個刪除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它第一個 前面把它改成叫Delete 後面沒有欄位 應該是全部喔 OK喔 From Table 後面只是要加一個 哪會有 哪一個Lumber 這個等於幾號 因為比如說我要刪除1號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寫 假設我要刪除1號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 把Select 新號 改成叫Delete Delete應該會拼吧 Delete From這個 Table 當然如果你後面沒有加會兒的話 它就會把 1、2、3全部刪掉 OK喔 那我們加一個 去數好了 會兒 哪個欄位 OK Lumber 等於幾號 OK喔 所以串接 如果我後面假設沒有一個變數 我再等於1好了 這樣就OK了 1號把它刪掉 再把它查回來 不過啦 比較標準的應該是這樣 就是 因為那個1的話 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我們Lumber剛剛建的說是 用一個文字欄位 所以這裡的話 請你在前後加單1號 特別注意喔 單1號 你想說老師好奇怪喔 裡面為什麼加單1號 沒辦法 因為雙1號被用掉了 所以你如果要表示是一個文字的話 請你用單1號 OK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試試看好了 這樣意思是說 幫我把1號刪掉 然後再幫我查出來 所以喔 這個地方 刪掉 再查出來 那我們來試一下 看這樣不OK 刪掉1號 然後呢 再幫我查出來 執行看一下 欸 這地方 就 1號就不見了 有沒有 然後 再來 把它2號 再執行 補充 嘟 不 不 他這邊有個Lock 為什麼Lock 因為我現在這個程式正開啟 這個 所以喔 如果出現Lock的 記得要把這個 這個叫 CQ 我這叫dataDB Browser,不過是一樣的東西 把它關掉 然後他問你要不要save,不要save 我可以關掉 如果你看到data被luck,表示說你那個資料庫正在被開啟 所以記得把它關掉,執行一下 好,那你會發現 3號2號了 可是為什麼1號又冒出來了 再來喔 把它改3號 執行 難道有 啊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什麼 我剛剛掃了一個語法 什麼語法 close 因為剛剛沒有close 有沒有 OK 所以跟剛剛那個f5件一樣的道理 close 另外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查詢的部分 不用conmit 但是呢 特別注意喔 新增 跟刪除修改 因為他有變動資料 記得喔 如果有變動資料的話 一定要加conmit 還有close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怎麼樣 多增加兩行 把那個conn 怎麼樣 多增加一個確認 叫conmit 這個conmit 如果你沒做的話 他 不會確認 也就是你即便刪掉 但是他還是有個備份在那邊 所以到時候他還是什麼 又把他rollback回來了 就會反而復原了 等於你 就沒有真的把他 這個什麼 把資料給刪掉 那最後的話 要把它close 所以con.close 這個地方 記得喔 多這兩行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close的話 他會變成什麼 他會變成一直都會有問題 close OK喔 所以我增加一個conmit 這個就 只要是新增查詢不用 刪除 修改 都需要 最後的話呢 如果要避免那個什麼 Data Bay Lock 記得這邊多增加一個叫close OK大概就增加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拿查詢來改 你會發現這三行一定不會動 然後呢 查詢部分也不會動 只是說呢 我們增加了 這三行 這三行是拿 拿這兩行有沒有 這兩行 把它複製到上面 改這個secule語法而已 多增加一個conmit 跟一個close 其他都一樣 OK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都加了 該加的都加了 試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呢 把3刪掉了 12 那如果再把2刪掉看看 有沒有 這時候就不會rawback 有沒有 那再來 把1刪掉 那不就沒資料了 看一下 沒有了 因為全部都刪光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再把它新增回來 就好了 再執行 新增成功 再2 後面電話不管了 反正有資料就好了 321 當然你也可以寫一個 我雲端上有放 你可以寫一個input 只是說我覺得那個 自己寫就好了 OK 寫入成功 我們再把它查 三筆了 有沒有 不過我是321 按照順序 然後再來你可以 再刪掉1 那就變成32 有沒有 一樣 OK 請各位試試看 Delete的部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基本上的話 資料庫的基本架構都一樣 差別只有在 你下的SQL語法不同 然後呢 只有針對那個 就是 變動資料的 才需要conmit 如果沒有像查詢就不用conmit 最後可能最好補一個close 因為如果沒有close 它一直會出現那個database 被luck的那個 那個錯誤訊息 大概是這樣子 其他應該沒有太多了 OK 就盡量不要把資料庫 想得太複雜 當然坊間書籍寫了很多啦 可是我覺得 其他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現在講的 那至於其次 不是那麼 重要的部分的話 你們有時間 也許可以再看一下 那個相關書籍吧 不過我覺得 資料庫 不管它怎麼變 基本上 一定就是 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表 幾個欄位 然後再做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OK 大概就這樣子 那今天也許啦 我們 最重要就是把 這四個功能講完 所以現在已經講到刪除 待會再把它修改 講完 那大概資料庫 後面下個禮拜呢 我們就做實際練習 把前面我們讀取過的檔案 把它通通丟到資料庫 OK 做新增 但問題喔 後面跟現在不一樣的地方是 現在只有新增一筆對不對 但如果我現在有50個會員 50筆 那怎麼做 好個回券就好了嘛 有沒有 Insert into一筆 Insert into第二筆 Insert into第三筆 一筆一筆把它寫進去 那不就OK了 所以請各位也許 試試看 這個單以後 資料庫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因為無論如何以後 只要 像網路爬到的資料也好 或者是檔案 讀進來的資料也好 或者是說你在外部 ERP 或者其他系統 讀過來的資料也好 反正最後都會放在資料庫 一般也有人放檔案 不過放檔案也沒什麼好處 因為檔案是一個沒有像資料庫 有一個結構 結構一個structure 有沒有 那你可以下C口語法把資料查出來 所以一般人還是把他放資料庫的比較多 OK 所以我是建議 無論如何還是就是把資料庫這部分 稍微熟練一下 然後並且配合前面所講的那個檔案 做一些練習 OK 大概應該就滿足夠的 因為這樣已經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再來就是 常常同學有提到那個 UI介面 或Ui畫面 像我們現在做的 因為缺點是說 input跟print 可是如果你現在想要做一個很漂亮的UI的話 就是要再用另外的模組 所以複雜度會比較高 那我們當然這個課程 希望就是開個頭 反正你如果基礎打穩 說真的你會要變化 都比較不是什麼問題 不然的話你要做其他變化 真的處處都是問題 OK 那 像後面有個網路爬蟲 或者是把那個視覺化爆表 甚至是AI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其實也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延伸出去的 所以你這些基礎沒學好的話 說真的你後面根本就不用再說了 OK 因為我 這個月的 27、28號 我有報名 就是那個 AI人工智慧那張證照 OK 所以之後可能還是如果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其實我看一下 不就是這個東西延伸出去的 所以你這個東西學好了 後面自然就OK啦 但如果你這個東西沒學好 你後面根本不用說了 OK 所以你不管任何後面的應用 一定會遇到迴圈 一定會遇到串列 一定會遇到資料庫 一定會遇到檔案 這都一定的 OK 只是說 他換了一些模組 有沒有 換了一些 不同的方法 在那邊串來串去而已 OK 所以 我們基本上這門課 是希望幫各位打個基礎 你這個基礎穩了之後 後面其實要做別的 就比較簡單了 OK 試試看 那 是 是 我們